歡迎大家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這次的嘉賓就轉為研究部的另一位經理 Jason 陳偉聰 你好 Jason 你好 行市方面跌8點 最新做22,494點 繼續在牛皮當中 跟你跟進下個別的股份或板塊 看到今天升得比較強勢的是特報國際 編後是1368 見到4年半的高位 高位是4.86 現在還在升6%左右 在做4.71 其實除了這隻運動用品股之外強勢之外 其他做得不錯 昨天安達也破了頂 今天就到特報接棒 看看板塊的相關消息 國家體育總局方面 都有通知 公告說要扶持整個行業 最近資金也要留意這個板塊 先問你整個行業的氣氛 其實會不會越來越多實質的 其實都沒有實質的 政策扶持 都是方向性的東西 會不會等待這些實質支持的情況 都有不同的炒作 對 所謂這些規劃都是一些很長遠性的方向 一些很長遠的目標 如果再看10月中的時候 都看到國家體育總局 當時都說到2025年 整體內地體育產業的規模 就會升到7萬億的人民幣 也突破了之前的文件 所提出5萬億這個目標 所以你說近來都有這麼多不同的部門 就出這些文件 或者發佈這些消息 都說希望對於內地 未來這5年13五規劃裏面 體育產業有一個高增長目標的要求 都應該是可以預計 就說未來會有更加多的配套文件 一些更加具體的政策就會落實 當然你說整個體育用品 或者是這個行業 其實是牽涉去不同的範疇 因為整個運動方面都分開 你有跑步、足球、籃球 不同各式各樣的一個體育項目 國內你說接下來會推的 我覺得都可能是會 即足球方面會是快一點點的 因為你看到國家隊 其實在很多不同的體育範疇 都是名列前茅 好像奧運方面 你看到他拿金牌數目 都是突破了美國方面的 但如果你說在足球方面的發展 都還是相對比較緩慢一點的 好像你說今年來講 國家的足球隊的表現都微如理想 所以大家都會期望 究竟接下來 即習近平說是足球的喜好者 會不會都會加快一些相關的建設 或者可能對於足球產業的發展 會不會引入更加多外國的教練 外國的科研等等 這一方面當然概念上 都叫做在香港上市的體育用品股 因為這個板塊裡面 當中好像你說安踏來計 都是在不久之前公佈 就說公司未來發展的方向 都會放多些資源 投放在足球的用品上面 都屬於破天荒的 因為都看回安踏來計 過去的十年裡面 一直主打的產品都是跑步 甚至近幾年都是打籃球這個市場 但是足球方面就沒有涉獵到 之前那個產品的佔比都是零的 如果你說接下來 希望跟回整個國家的方向 整個政策的目標 發展足球的用品 我覺得在潛力上 都還是有個上升的空間 是啊 就算整個行業方面 有好一點的氣氛 不同大行的報告 但是摩通方面 就住安提到 安達方面 涉足足球的因素 他認為經驗在股價上反映了 至於上升空間依然有限 的確看回安達方面股價表現 其實都跑在同行之上 現時這一刻 雖然整個板塊正在升 反而這隻在回調 就是2% 做23.6% 你又認為現價反映前的利好因素尾 始終牧利比較高一點 以及算在未來幾年 盈利強勁的因素尾 例如安達本身一個比較強的賣點 為何過去這兩三年的營運數據 業績 甚至乎股價都跑贏同行 最大的亮點 都是他在宣傳的功勢上 的確做得比較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在內地這麼多不同的體育品牌 即是去踢球的時候 去選哪個品牌的球鞋 或者球衣 都好看你的名氣 或者你的宣傳上做得夠不夠的 例如阿達之前打籃球的市場 為何他的市佔率 甚至乎是超過之前的一哥 即是匹克 最主要是因為能夠請到很多 NBA方面 即是很top的球星 大家很知名的球員 成為他的代言人 幫公司去到賣廣告 甚至乎就那些球星 推出一些叫做獨家的產品 或者一些叫做限量的產品 他就能夠在這些產品上 將那個定價提高一點 如果你說大家都是買同一對球鞋的 但原來我自己買開的一對 是NBA球星都穿開 或者有去代言 在這些明星效應下 就能夠吸引到一班青少年方面 去到賣 所以我相信你說 接下來安達要發展這個足球的項目 會不會其中一個 就是主打的方向 都會請回一些 可能現在在英超 或者西甲那些球星 作為他的代言人 如果你說真的成事的時候 我相信對他整個品牌的知名度 都會有一個提升 目前這個股值雖然貴就叫做貴了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接下來他真的能夠走 過去幾年打籃球市場的路線 是得到成功的話 我相信他的盈利增長 都能夠是可以抵消到 現時的股值比較高的這個因素 是呀 正正因為股值比較高 所以摩通的報告裡面 就給安達就是忠誠的評級 反而勸增持就是1368 即今日大升的特報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股值較便宜 短期來說 那個風險以及回報的比率 就比較吸引一點 那應聲就見到股價就抽了上來了 那你又認為特報方面的情況又如何 特報去那個的主打的賣點 就跟剛剛說的安達有些不同 是 特報反而以一個可能是 游泳、跑步方面 就作為一個最強的賣點 你看到他出了很多的波鞋 都是一些叫功能性為主 就是以跑步為主那些運動鞋 那如果你說去那個定位 又去自己的一拓 都能夠在整個市場上 大家一想起我要跑步的 要買運動鞋 就立刻想起特報的話 應該都是會有個不錯的增長空間 還有看回他之前公佈的那些 的營運數據 說到他2016年第二季訂貨會的訂單 之前公佈了的都能夠有一成的升幅 那這個的上升都是自13年第四季以來 就是連續第十一個季度就出現一個的上升 那如果你說計算到門店方面 那個銅店銷售呢 也都是持續保持到一個叫高單位數的增幅 那表示著就說他的營運數據呢 其實跟安達來說都不相伯仲的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以這個版法來說 安達排第一 那特報方面呢 我覺得都是可以佔據二哥這個位置 那甚至乎你說說在那個估值上面 剛剛你提到的 安達在之前升了這麼多了 那現時那個的歷史市盈率都去到27倍 那我們就看回特報方面 現時都是17倍的 那的而且確就在那個估值上面 特報就叫便宜一點 如果你說以追落後的角度來講 13600可能短線裏面的升幅就會較為厲害一點 是的 除了說投資的角度 研究基本因素之外 如果在投機的角度去想 如果整個版法抽升的時候 比較二三線一點的可能是 基本面上差一點的可能是361度 又或者是里寧 那麼會不會又追落後會更加再抽上來呢 其實你說落後 都不是說只是今時今日的 在過去那三年 或者你說這兩間公司和安達來比 它的股價都是長期落後 那你說有沒有追過呢 那可能像你所說是一些很短的時間 一些很短的週期 的而且確可能它間中 有個股價會是跑贏 特步跑贏安達的 但是一個很短的週期 那很多時候就會升完一陣子之後 股價一落那一下就落得很快的 特別就是當它們一出業績 一出營運數據 那些大行都還是暢淡的 都還是不看好的時候 那它的股價升幅很快都會打回軟盈的 那變相如果你說買這些股份 就真的以一個很短線 純粹追回這一陣子落後的 追完之後都應該是要及早離場 好清晰的 謝謝你 Jason 特步現在在做4.71 今天升近6% 安達就跌下3% 在做23.4% 這次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過的運動用品 估計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